它的成分是紫苏草和香蜂叶 非常像鼠木的人适合喝 文英文茶香就知道有哪些成分 房产专家田大全 趁房市低迷时 干脆投资副业 在网路上卖起花茶 抛起茶来一点也不生疏 田大全花不少时间跟朋友研究 如何用五行调配出客制化的茶 例如熟火的人应该喝玫瑰枸杞花茶补气 熟土的人用羊柑橘桂花调配出茶包 依照金木雪果土的特性 推出不同花茶 并没有离开房产市场 但我们还是在觉得说 其实这个市场 只是我另外一个投资的机会 我觉得参与到这个产业里头来 让大家知道说 也许你可以找到更适合 更对味的一个调理的养生的方式 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因为房市低迷 看见不少房仲为了充业绩身体不好 田大全脑筋冻得快 用五行包装补韵补气茶 大赚健康财 很多房仲的朋友就开始在讲 其实到底是老天爷 给了我什么样的功课 还是为什么就是不买单 等等那些 那我觉得长此以来 你把自己的人的气都已经变弱了 你开始没有信心了 那没有信心做任何事情会好吗 有了五行客制化包装后 才开卖一个月就卖出上千盒 田大全公司里还堆满不少茶盒 已经准备要出货 行销点子不管是房产到茶叶 话题十足 3D新闻今天我们邱子玲台有报道